智者大师为求的冷眼睛 拜了18年 所以说我也说 我们老师学员 都做点功德 回想给自己 没有福报这么大的经历听不完 冷眼睛是正法的代表 都说冷眼咒冷眼睛灭了 正法就灭了 一讲冷眼睛 魔功震动 坏人都害怕 有可能来破坏 所以需要很大的福报 所以说冷眼咒 不仅是在寺院 每天都在念 闭关的人要念 修禅的人要念 那么我们在看到 在流区卖的最多的福神福 真就是冷眼咒的 所以这个冷眼咒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意义 如果对一个想出家的人 那冷眼咒是你必须要学的 那我也问了很多人 我们那个学佛的这些老油条 我说这个冷眼睛都学了二三十年了到现在 那你们这个冷眼睛都剩下什么呀 那大部分人在理论都忘了 但是有一点没忘 就冷眼咒没忘 好多人都在念冷眼咒 理论都忘了 所以说我们讲经高老师也讲 我给你们讲完了 你们心里能剩下什么呀 这些繁琐的逻辑理论能剩下吗 可能我想大部分人能剩下的就是冷眼咒 知道冷眼睛对正法的流传很重要 知道如果修行出现什么问题 判断一个法门好坏 可能可以查阅了冷眼睛找些资料 这是我考虑的能剩下什么呀 所以说我们实讲之后能剩下什么呀 我们能够在心里留下什么呀 对我们修行有什么作用啊 这也是高老师这一个月想思考的问题 就希望这实讲之后 大家真正的能够受益 而不是只是听个热闹啊 那再讲讲那个心药和这个冷眼睛和冷眼咒的关系啊 这也是这个我们老师也比较关心的这个事情啊 哎呀我在这个以前真没有发现啊 这这次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忽然发现啊 显明元通成佛心药的这种这个啊 这本这个啊 心药集的这个组织结构啊 和冷眼睛的组织结构啊 啊啊 竟然啊 惊人的相似啊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嗯 这个我们心药啊 心药啊 首先是显教心药 显教心药讲什么呢 讲啊 什么是真心啊 众生啊都以这个啊 五蕴为神 原念为心 然后心药啊 一开始是论心 什么是真心 啊 从啊 使教真心到宗教真心啊 啊 一层一层告诉你啊 山河大地是你真心心中之物啊 啊 你那小身小心啊 跟山河大地一样 如海一复去啊 那这句话哪来的 就是冷眼睛 啊 冷眼睛 所以心药一开始就是 放下你那个假心 不真心啊 有了这个真心之后 你再起啊 普贤行啊 来获得这个啊 披露 这个啊 一真法界的真心 啊 一真法界的真心 之后呢 再显密双修 啊 修准提咒 啊 修普贤行 然后再跟你讲啊 啊 啊 持宋的功德 啊 持宙的功德 啊 以及利益 六道 如何利益六道众生 啊 一六道众生 啊 这就是这个信药的结构 那反过来 啊 我们看冷眼睛 啊 这个结构 讲的内容跟信药一样啊 啊 只是把这个 准提咒啊 和冷眼咒 啊 互换 换了一下啊 啊 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 呃 对应的 显密运动成为不信药 和冷眼睛的这个对比啊 啊 冷眼睛的 第一道 一共十卷啊 一道四卷 啊 就是讲 如何悟辱来藏 为原长真心的 啊 我们啊 这种意识心呢 都是假心 啊 你都找不到 啊 最后 让我们悟啊 辱来藏 辱来藏啊 才是我们的真心 啊 这是 一道这个四卷 啊 这一道四卷 然后的四道六卷呢 啊 又告诉他们 我们如何 悟完之后啊 其修 啊 悟完之后其修 修啊 二十五元通啊 啊 返回入原长 啊 怎么呢 正入啊 冷言三位啊 冷言正定 返回这个原长真心呢 啊 由患入真呢 啊 就是 先物 如来藏真心 后修 原通 不爱 你看这 这是先物 披露法界真心 后修 普贤 星海 都是啊 要认为我们平时用的一个意识心呢 不是真心 我们的真心呢 圆满 自在啊 啊 我们放弃啊 放弃这个小身小心呢 啊 认识到我们的真心的本自圆满 啊 本自圆满 啊 这个事都是一样的 只是心耀啊 认为啊 顿悟了这个 冷言经的这个 还要继续在 在悟啊 另 深入到这个别叫真心里 啊 别叫真心里 啊 那么这是这个 他们相同的地方啊 还有些不同 但不种是一样的啊 这都是啊 通过 显教的修行 啊 显教的修行 之后呢 冷言经又讲了 如何正修 之前准备 通过三番准备 啊 四中清静明慧 之后呢 设立坛成啊 验诵冷言咒啊 修啊 啊 耳根焰同 啊 通过 见这个 见坛成 持冷言咒啊 做冷言火供 设冷言坛成 来修啊 修正啊 就是可以说是 一种显密双修 啊 显密双修 讲完了这些修行方法之后啊 又开始了啊 如果你不修行 会落入十二种 这个众生 会落入呢 七雀六道 啊 不修行的 一种途径啊 一种 道路啊 也会落入这个道 如果修行的话 那你就有十六个 皆位的这种成就啊 修成这个 十地菩萨啊 直至成佛 获得这个冷言大定啊 获得冷言的这个果位 那在修行过程中啊 如果你不吃冷言咒啊 就可能啊 落入五十种阴魔啊 十类魔王啊 就会趁机而入 就是在修行的境界上啊 不能执着啊 执着了会出现如何啊 出现什么问题 你看这都一一对应着啊 持宋异鬼 修行形象啊 修行艳象啊 秘咒功德啊 问答胜略 这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啊 说讲冷言经特别难讲啊 大经 如果往简单的讲 你看这一个图啊 就相当于把冷言经概括了 就放弃你那个小身小心啊 物呢 入来藏的真心 入入来藏的真心 然后通过观音菩萨的 耳根源头法门 能够达到冷言 打定啊 就毁入到那种原唱中 这是冷言经的前部 显宗的修法 那冷言经的密成修法 就是建立坛成 修行念诵冷言咒 在坛成中 修耳根源头法 这就是他的礼和行 果是什么果呢 就是六十个成就结尾 就是果 那你要不修行啊 你就会落入十二类众生 和六到七去 如果修行中 你不持咒 不持咒加持你 你末法众生 你就非常可能 落入五十种阴谋 和十种外道剑 如果就是说 这个冷言经要是说 我们要讲的话 就相当于讲完一遍了 大体上 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为什么我会说 这样是讲完一遍呢 因为考虑的角度不一样啊 讲经的角度不一样啊 这是这个心耀和冷言咒的关系 从心耀的视角 你看我 冷言咒和冷言经 很多相当的地方 那么我们看那个准提菩萨 跟冷言咒有什么关系 在这个观音菩萨 正了耳根源通之后 冷言经 他呢 在十四五位里啊 就有一个 现形和送咒的这种 现一行送一咒的变化 他会变化成四壁观音 念诵六字大明咒 变化成 十八壁 念诵什么准提咒 那就是说 在啊 啊 冷言经中 啊 包含着观音菩萨 啊 变化成准提 这个 啊 菩萨的一个愿力 所以啊 在日本呢 准提菩萨 他长篷归为六观音之一 啊 认为是准提观音 啊 因为观音在 成就之后啊 有这样的 成就啊 十四五位中 就有这个 啊 现一身 送一咒的愿力 所以说你们 在这个看日本文献里都看到准提观音准提观音这样的说法 那就是来自于冷言经啊 观音菩萨有这样的成就啊 有这样的视线啊 那在建立冷言坛成的时候 我们那个在建立冷言坛成啊 建立比如建立这个冷言坛成 建立冷言坛成的时候啊 这个墙壁上啊 方位上啊 要供上佛和菩萨的 啊 这个画像 那其中 有一个 啊 菩萨像的名字啊 叫 必具指啊 就是准提菩萨 只是他是准提菩萨 你看我们学院的准提菩萨的愤怒像啊 深蓝色啊 或者是这个啊 这个献愤怒的这个形象啊 这是我们学院画的这个愤怒像啊 跟他的相应的是蓝色的啊 这是这个啊 藏传佛教卷囊派的这个愤怒像啊 就是三面啊 二十六笔啊 我们学院画的就是这个蓝色的啊 这是 坛成仲有啊 不仅坛成仲有啊 来源咒中也有准提菩萨啊 来源咒中 来源咒中那个准提菩萨也叫 比利具指啊 比利具指啊 这是这个啊 这个我是我找到的这个啊 啊 近似于比利具指的准提菩萨像啊 是在敦煌壁画的二百一十七遥啊 在这里的准提菩萨像啊 这是在这个冷言经中的准提菩萨 现在都是一种愤怒像啊 催断烦恼啊 催断啊 苦业啊 愤怒像啊 所以说啊 是一种那个佛母像啊 动物像的形式啊 存在着啊 那冷言咒中还有个布林咒哈 我们念准提咒 大伦一字咒啊 也在冷言咒中也出现了啊 冷言咒跟准提法呢 关系还非常密切的啊 而且冷言是五步咒啊 准提咒而提呢 准提咒的功德 也包含五步咒的功德啊 这是这个啊 我们讲一下 还跟我们准提法的一些关系啊 希望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啊 也能从自己的角度来学习和出发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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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